進行中心臺 下 上 下 上 右 左 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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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KengSingDen 我今天要為教大家就是 如何在Youtube聊天室 變成蛋 那對於來說 YouTube表現是 觀眾們對於 已經習慣 他的右側旁邊的字 但是對於他的字體 蠻小的 所以觀眾們 就是已經 有點眼睛疲勞吧 那我就為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 相信大家看過 B站吧 B站還有一個彈幕 或者是說日本網站還有一個彈幕 就是 聊天室 就上面達至 他的影片 中就會出現這個 彈幕 對 他叫做YouTube Live 這個網站 他呢 是安全的 個人使用是沒有問題 那因為他沒有在 Google的 電力 這個 商店 他還沒有上架 所以 目前是可以用 只能用擴充程式 就是你把他的檔案 下載 只要在Google去 查這個 YouTube Live Challflow 這個 這個 英文字 打上去之後呢 然後 就下載 通常都下載最新版本也可以 就是下載他的壓縮包吧 就下載我的 平常用的 地方 然後 接著 隔下我們就使用設定 有沒有 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功能之後 然後 因為我們目前 有安裝這個 YouTubeLive Challflow 這個 程式 有沒有 他的版本是 0.0 50 然後而且他 YouTube偵測 也沒有顯示出 惡意程式 所以他是 正義 他是安全的 那我把它移除掉 然後 為大家重新 就是 怎麼安裝這個呢 首先你要按載入 衛裝 項目 那前提是 你 要先解壓縮 解壓縮成資料夾 然後再 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 剛剛狀況的時候 就 選這個 APP 選這個 APP 有沒有 選擇資料夾 選擇資料夾 他就 安裝成功 有沒有 剛剛 因為我太久沒有 我本來是想要做個教學 但是太久沒有操作 所以有點忘記 那 就是你 解壓縮完之後 就去選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你再按 他 選擇資料夾 就可以 就是 你要 點進去 他的APP 這裡 點兩下 選擇APP 然後 選擇資料夾 就可以安裝 阿 如果你是剛剛 那個狀況的話 就是 像這樣子 直接 直接 從他的第一個 這個 直接從他的 按他的話 他就顯示出 無法讀取 所以你一定要從他的 這個 這個資料夾裡面 點兩下 APP 這個 選擇資料夾 有沒有 因為剛剛前面 超度 太快了 所以我要重複 給大家看 也是 不常碰電腦的 或是很少用電腦的 玩家們 因為現在是手機時代 所以 如果想要用電腦的人的話 就是 萬一你手機 哇 沒有電了 你總 要用電腦看 人家的直播吧 所以 就要學會這招啦 那 然後呢 然後 你下載完之後呢 然後你選這個 礦衝功能 有沒有 要確定有沒有開好 好 好 我們再選這個 找這個 電腦 找一下 選擇他之後 擴充功能 這個 選擇他之後 選擴充功能 擴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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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 這個 書籤 釘子 就把 這個 取消掉 沒有用到 的 把它 取消掉 然後 要用到的東西 按下去 按下去 就對了 這個 FOR FOR Chuffle Chuffle Youtube YoutubeLine Chuffle 這個 這個 APP 你點下去 點他 他 點他之後 選項 有沒有 選項 出現就是這個 這是你的 聊天師 設定的字體 然後 就是 你 其他就是 觀眾 這個 必要的 變動 剩下的 懂英文的人 玩家們 就可以去 設定 你的字體大小 有沒有 然後 欸 我看一下喔 讓我想一下 所以 你 我找一個 我的影片 來 測試就是 他 出現彈幕的 彈幕的 狀況 我想一下 哪一天 遊戲有 有觀眾 留言給我 喔 記得 龍戰士 記得要是龍戰士嗎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Youtube Live Chuffle的 效果 有沒有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Youtube Chuffle Live Chuffle Chuffle 的 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請見諒 所以就是你要選這個 他就 欸 彈幕不見 變成說 正常的字體有沒有 也要 我從 觀眾 欸 剛開始 留言 好 聲音又關掉 欸 這樣子 沒有 這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打開 再回頭一下 觀眾 剛 剛開始跟我對話的 情況 沒有 在這裡 這個時間 因為他就這個 聊天師 自己就會 往這邊跑了 那 要從哪裡跑 就要從 你的剛剛那個 尋向設定 去設定 然後 欸 往哪邊跑 的設定的話 就是 大家可能就要 英文 比較好的人 去設定 然後個人就是 不去 變動他 因為 不難得變 哈哈 那 大家 想要 變化一下 的話 就設定一下吧 好 那我這個 這個 教學 到這裡就結束 希望 能夠幫助大家 看 看 就是 人家直播 的時候 打字 因為他字 真的有點小 然後 你眼睛 往右邊 看 會覺得 有點疲倦 你不覺得嗎 那你應該是 從 正中央 去看他的字 那個就很爽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呢 大家就 想要去用的話 就 可以去用用看 就是要從這個 擴生功能 這個 你就從你的 他的名字 有沒有 他的名字 然後 Google就會自動幫你查 尋 放心 這個是 安全的 因為很多人 都在用 對 然後 就選最新版 就好 然後 網站 網站方面 還蠻可愛的 是 一個 做 這個 城市的 人 去做的 所以大家 可以去游泳看 好 那我們下次 再見囉 shayya nada